正正有持 你好 歡迎收看正正有持 我們的來賓曾在節目裡面講過 現在算一算比例的話 如果要是現在的婚姻 五對大概有三對左右 大概都會面臨到離婚一些的問題 可是除了離婚 你覺得離婚到底在談什麼 簡單 兩件事 财产小孩结束 但是就这么两件事 可以搞到震天嘎响 可以搞到从吵的到打的到杀的都有 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这所有的一切 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包括在小孩在离婚前 在离婚后应该怎么办 包括财产到底该怎么处理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两位 曾经你过婚的当事人来到现场 他来告诉你在这过程当中 他们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那欢迎婷婷 欢迎国安 哈喽 大家好 针对今天离婚争夺战的议题 要跟我们分享的主角 是艺人婷婷 资深媒体人谢国安 还有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来宾 身心科医师李光辉 以及律师刘伟霆 周一姐 国安 这是最近出的一个新闻 对啊 刚好就是两兆在怎么样 就是谈离婚 我们谈到双方家长都来的全武行 那这个师姓夫妻呢 两个人都二十岁 二十岁呢 生了小孩了嘛 对不对 结果呢 就是 我相信这个可能有一些问题 大概又年轻 所以呢 两个人就开始谈离婚了 据说呢 这个妈妈这边呢 有意愿要让小孩从母性嘛 现在法律好像也有余子嘛 对不对 但你想说这个小五哥这个传统的家庭 是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离婚的条件什么呢 大概也没谈论 结果呢 女方就绕人来了 女方绕谁呢 就是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 亲戚全部都拉来 就到这个男方家里面 就觉得没欺负我女儿 对不对 欺负我女儿 欺负我的妹妹 不行 对不对 这个见不下去 结果呢 就先对男方的家人动手 结果动手动一动之后呢 哇 这个 他的公公啊 就是私姓男子的爸爸 受不了了 对不对 觉得这个已经被打到 自己也被打了好几圈 结果呢 就冲进家里面 一直冲 都拿了一把锯子出来 拿了一把锯子出来 就开始挥嘛 然后挥一挥 结果就造成四个人受伤 那其中呢 有一个人的那个手 还被大概砍了大概十公分 差点就见到骨头这样子 哇 赶快报警 对不对 然后赶快送医院这样子 那结果后来呢 当然 这个看起来就是不欢而散 这个有时候也觉得说 如果谈离婚好像也不需要这样 对 而且离婚 我就想 离婚两个人谈都已经很火气了 那两家子谈那就是更不得了了 而且 伟廷如果这样算起来 伤害是一定有的 对 那除了伤害呢 我看觉得有点像 第一个巨众斗殴了 这个是等于像帮派在卸斗了 还拿这个凶器这个加重的问题 巨子都出现 对啊 而且更何况就是他们是夫妻 然后在这种 互相都有亲戚的这个关系之下 发生这样的这个伤害行为 其实是可以走家庭暴力防治法 是可以去申请家暴防治的 然后要求另外一半就动手那一方 要离开这原本这个被害人 这个家庭距离多少 那如果他接近的话 还可以再来主张违反家暴保护力 那还会有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这个是可以去主张的 这些法律上的权利 而且说实话 易姐 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 他们应该要忍一忍 因为这可能跟后面监护权都会有关系的 对 那还好啦 因为这一件其实真的施暴的是叫 小孩的阿公 不是小孩的爸爸 如果真的是小孩的爸爸 那大概就很惨了 那小孩的阿公还好一点 就是至少可能小孩子的爸爸到时候 如果要征监护权 可以说我没有要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住 所以这个小孩不会说 他真的很长时间是有阿公阿嬷在照顾 或有这个接触的状况 就我的经验 我觉得法医院通常在盼监护权 有两件事情是还蛮注重的 第一个就是小孩子的意愿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法官他们其实蛮倾向维持现状 就是打离婚官司的时候 如果父母没有住在一起 小孩子当时跟谁住 其实就会对那一方比较有利 因为小孩子的意愿是靠社工去访事 那小孩子如果这个时候是跟妈妈在一起 妈妈一定会跟他说 那你就跟社工讲 我们感情很好啊 你都想要跟妈妈 很爱妈妈 或者是说像我们有遇过那种是 可能以前爸爸都很少在照顾小孩 然后等到真的社工来访事 可能已经又过了好几个月 甚至搞不好半年以上了 那他在这一段时间 他就可以想办法去跟小孩子多相处 然后去塑造给法官看说 即便我以前可能比较少顾 可是你看我这段时间其实也顾得很好 顾得很不错 小孩子也很喜欢我 那就有可能有机会去争取到小孩子这些误权 听起来看是谁那段期间演得比较好 谁那段期间 不是 OK 其实当然不是单纯这样 可是过程因为那个评估就一定是要看 因为社工访事一定是只看到家里面现在的状况 当然他们也会问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 或是看一些的状况 那刚刚讲小孩医院 小孩医院当然重要 我打过的离婚官司 小孩最大的是18岁 你不是大家都会觉得好笑 那你还打什么 还有什么好问的 那时候已经是打到有点kimoji 他就是kimoji 就是那是改定监护权 他就觉得为什么 从小到大小孩都我在养 结果监护权就在你身上 那个做娘的怎么样都咽不下这口气 到最后小孩都已经18岁了 一定要打监护权改定 他打赢了吗 那一定会赢的 因为小孩一直都跟着他 他只是要监护权改定 他觉得这个形式上 等于只是要改定过来 那这种官司通常 他不是像实质上 小孩监护教养 其实最重要的是 从小那一段一路拉拔长大 婷婷这你知道 这个一定对小孩的过程 就是这个样 OK 那如果要讲说 婷婷跟国安两个人 婷婷你是协议离婚的 我其实觉得 我是被离婚的 什么 被离婚的 对 是被离婚 因为那个状态下 其实如果你不赶快止血的话 其实我觉得 那个状态会越演越演 那时候是什么状态 然后你觉得你被离婚 其实我觉得离婚就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是被离婚的 然后被离婚的那一方 如果还有爱 真的是太残了 就是爱到咖残戏 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离婚了 已经七年了 所以这七年 有很大很大的成长 所以我知道说 我当初如果这样处理的话 其实如果 还有更好的方式 我觉得会有更好的结果 你现在回头想再处理 如果当时的你 是像现在懂得这些的话 你不会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我不会一样的处理方式 你那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针对赡养费这个事 我想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就是刚好在我们在 就是有一点问题的那个状况下 他刚好就是爆发那个炒股案的事情 他的账户都是被冻结 然后加上其实在 我是觉得他是有一点 就是他是有设计过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在很忙的那段时间 其实我的小孩有一段时间 在前面已经提前 他有跟我说 就是说如果我这么忙的话 那如果说妈妈可以协助 那先让小孩子先搬到妈妈那边去住 然后小学毕业以后再接回来这样 那时候小孩子四年级 所以我虽然很不想要这样 可是后来我还是同意了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那时候小孩子就不在 就不在我身边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非常孤立无援 对然后加上就是 我已经知道很多真相 那所以说他就是非常肯定的 就是说就是他希望可以赶快离婚 但是呢他是希望就是我裸退这样子 可是呢我很坚持小孩这个部分 我没有办法 所以小孩的部分就是变成是 共同监护 好你们是写离婚 但是上面写共同监护 但实际上小孩是在 是在你婆婆那吗 对在我婆婆那里 那所以也等于说 其实其实赡养费那就是没有嘛 完全是没有 可是因为虽然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他结婚九年 然后我说真的苦劳很多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 我对这个对方很有爱 他告诉我说他现在很困难 那我也对 我觉得我现在的我就不会这样 你们讲一下离婚真正原因是什么 真正原因其实我觉得应该不用多讲 就是男生呢都通常会讲的那个理由 你懂的 对我觉得是这个 所以后来离婚写了共同监护 对 然后财产上面显然就是没有什么财产问题了 你也都没有拿财产 对而且呢其实在要离婚的前面的一段时间 其实因为因为我们常常会口角 那他也曾经讲过就是他可能在气头上就讲过 他说他说我 我跟你离婚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是呢 你就是两串香蕉走出去 我什么都已经脱产了 然后我的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他的名字 他已经告诉过我这样 就是然后加上呢 那时候那个官司的案子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有调查 会发现我这边一点记录都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是算是有点像那种财心的状态 就是我完全对我自己的丈夫的财产 然后任何的分配 其实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的 包括股票也是一样 那我那时候真的是完全就是很非常非常难过非常死心 因为你离婚到现在七年嘛 对七年 这七年小孩子你看过 就是你有跟他相处比较长的时间过吗 有 我比较长的时间呢 其实是从前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因为等他长大了 他有选择的权利了之后 对 但是在刚刚离婚到 他离婚 你离婚的时候他几岁 他四年级九岁 小学四年级 对 所以那一段时间呢 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提前是转到了 婆婆家那边 那所以说我在后来呢 因为虽然是美其名是共同监护 但是我觉得我在去探望他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啦 我本来真的很 真的天真的觉得说 如果我的小孩就是说 就是说可以常跟前夫在一起的话 我至少还可以跟前夫有一些 很不错的互动跟连结 或许还有什么转机 你那时候还是这样想 离婚还收到妻子的纯正性函 深受打击 我们从分居开始到离婚那八个月 我永远记得我四十岁生日当天 我接到他春生星函 春生星函上写我去向不明 我就说奇怪是谁去向不明 你住哪里我都不知道 但他知道你在哪里 但他知道我住哪里 我那个时候每天早上起来 听见什么 真的喔 我本来真的很 真的天真的觉得说 如果我的小孩 就是说 就是说 可以常跟前夫在一起的话 我至少还可以跟前夫有一些 很不错的互动跟连结 或许还有什么转机 你那时候还是这样想 我那时候是这么想 所以你还是爱着他 我爱啊 不是啊 我是啊 你前夫是蛮吸引人的 是 所以你去探望的过程当中 有受到一些阻碍吗 有 就是 他当然不是告诉你说 你不能看 他不是这样 他会刁难你 就比方说 我今天打电话找他 很难找 赖给他 可能已读不回或不读不回 但是呢 真的你真的找到他 要跟你说 你今天你要找的话 你要赶快打电话 你要打电话给妈妈 而且你要让他同意 好 那我接着呢 也找不到另外 就是找不到他的妈妈 然后电话打 怎么打呢 打不通就算了 有时候突然打又变空号 永远都不得其门而入 你有没有尝试到学校去看小人 当然 到最后就变成是 我是到学校 而且我到最后呢 我第一次去找了那个学校 他已经转学了 也就是说他其实 我得知的那个学校 他不在那里 后来找到他之后 过不了多久 他又转学了 他转了几次啊 他又转了耶 我看他从这个 他的生涯 他念书生涯 至少有六七次 是为了你吗 因为你去看 还是他真的有需要 其实也许一开始 有可能 但是后来好像不是 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刚好就 有参与到那个炒股案 然后那个案子 其实从一百年 一直打到现在还在打 那我想要说的是说 很多时候如果你的丈夫 假设有人的丈夫 遇到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 丈夫可能全部被冻结 第二个是真的有可能 入肩补行 那如果你们还是维持 所谓的共同监护 我们真的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 因为共同监护关系 想要签个户籍 我们得请律师或请家人 拿着那个同意书 进到监狱给他签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你现在讲的就是 这是我最近遇到的事情 你最近遇到这个事 不是 我最近遇到的事情 是为什么我跟我小孩 有那么密切的往来 就是说 他后来的老师 变成跟我是好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孩有很多东西要签 要做什么 其实他找不到爸爸 他也找不到奶奶 然后他就是找我了 所以我就是变成就是 反而在他学校来讲 是最亲密的 对最主要的 所以我们其实会建议说 先生在那种状况下 如果真的要跟太太离婚 某个程度是 也想要保全 可能太太这边比较没事 那这种状况 其实真的应该是 把监护权给太太会比较好 这样才能让太太跟小孩之间 是完整的被保留下 否则先生会因为官司的问题 财产被冻结 然后连他要给小孩的生活费 都可能被冻结 对 然后如果假设又要去 入肩 或者是说有债权来追债 那你又跟这个小孩生活 其实对小孩来讲 都是某个程度是负面教育 对 可是黎师对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对小孩的成长 有时候也要考虑一下 因为你们两边名字叫 共同监护 但是搞到最后变成共同不监护 然后对小孩来说 其实有时候也要顾虑到 小孩成长过程 他的感受 对 处理小朋友 我们常讲说 我们未来就刚刚主任讲的 我们未来离婚越来越多 也不是坏事 这你上次说的 对 所以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 其实以后会变常态 我认为 因为意大利调查 它就是两性的互动感情 第一眼就是所谓的 这个叫做外观上吸引 对 可是这个大概维持最多三年 最多 最多三年 有三年吗 最多三年 所以我们台湾的离婚率 最常见就是三到六年 尤其是三到六年 那个区段 离婚的人口 就结婚三到六年 最多是第一个讲 所以不是七年以后 然后第二个讲 小朋友的群绪问题 刚刚讲 我觉得还好这个婷婷 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 共同监护的人 他会去关心 还会去看 如果没有他这一段的话 小朋友会变成这样 我们大概也来预测 因为他在心中感觉上 他被编远了 就是说好像妈妈 妈妈是找不到他 不是不理他 可是我相信奶奶不是这样说 对 可能奶奶的说法就不是这样 所以他可能对妈妈 我们有一个模仿效应 就是我们小朋友 要学习父亲或学习母亲 如果都看不到 就学习祖父祖母都可以 那如果这东西都没有的话 他觉得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比较有缺损的 而且很容易被定一位说 对不起 这应该是错误的 单身的小朋友 难道真的很坏吗 应该是说 如果父母亲不合的 才可能有下一代 单身小朋友最大的好处 是看不到父母亲吵架 怎么会坏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错诊 没有这个来源 OK 我想这应该是去 不要说担心小朋友的 未来是可能犯罪 这个不要被污名 对 当然 可是刚刚讲到 共同监护的这一段 一件 共同监护最惨的 搞到最后 那个共同监护 变共同不监护 而且你说实话 到底谁监护 谁什么 大家还要再约定个半天 会变成这样 基本上除非双方真的很有意愿 一起共同 不然法官大部分都会选一个人 来单独监护 那即便是共同监护的状况 实际上也大家都会要去约定好 到底谁叫做主要照顾者 就是这个小孩子到底要跟谁住 那实际上他的一些日常起居时宜住行 到底是归谁来照顾 这个其实是有所谓的主要照顾者 那如果不是主要照顾者的一方的话 像刚刚婷婷讲说 可能会不会看不到小孩这一类的 那基本上现在法院 他对于就是看小孩的这种探视权 或者是法院他们一般叫 会面交往的这个权利 他其实是很保护的 不管说你们今天是自己离婚的时候 你们是定共同监护 或者是单独监护 只要没有跟小孩子住在一起的这一方 你有看不到小孩的情形 实际上你只要跟法院申请 请法官帮你定一个固定探视的时间 就可以看得到 尤其是假设今天这个小孩的住所 他有改变 或者是他的一些学校你有改变 你都必须要通知另外一方 因为你现在讲的 其实你现在讲的 我们当初都有协议 而且是无条件得让我要一定要参与 可是我觉得要不要实行 也是看那个人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有点太气人了 没关系你不让我看 我自己有办法 于是我其实都是用自己的方法 然后我去学校 我直接去学校 但是没有一个学校他阻止我看小孩 那我小孩也没有拒绝 对也没有拒绝让我带走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你是共同监护 好处在这里 因为你就是小孩子的监护人 所以基本上老师不可能拒绝你 而且我每次去的时候 我一定会带我的那个同意书 吓我一跳 我说每次去我一定会带些礼物 那个是一定会 我是说我一定会带同意书 OK 可是这个过程就是讲说 一定在实务上面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也会碰到有这样一些的困扰 那婷婷的状况是这样 那国安你呢 刚刚谈到共同监护 我刚好持相反的态度 我说如果当初我可以的话 我绝对不会欠共同监护 因为我觉得另外一方是 有权无责 你也是共同监护吗 对我也是共同监护 你离婚多久 我离婚四年半 四年 当时为什么离婚 当时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 我觉得我跟我前妻到后期的时候 我们结婚大概十年 那到后期的时候 其实蛮沟通不良的 OK 对那因为我前妻是一个 这个个性比较固执的人 对那他有什么话 他其实不太跟我们讲 对然后加上说 他可能家境也还不错 那这个我的话 我就是一个临死薪水的记者 对那所以基本上的 这个可能在金钱观 还有各方面的这个 也都不是说 非常的融洽这样一个状况 好结果有一天 他就跟我讲说 他突然绷的一声跟我讲说 要约我出去吃个饭 我还觉得很开心 这个我们已经 三个月没有约会了 对然后就出去吃个饭 就吃个饭的时候 坐下来他就跟我讲说 我不爱你了 他就这样跟我讲 情同霹雳 然后 对那我就说 我说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我不爱你了 但是我们可以维持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你这样讲话 我不太能接受 我那天超难过 然后我就想说 好那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讲话 你让我去静一静 我就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回家 隔天他就搬出去 对他就绷的一声就搬走 然后呢就是留下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小孩呢 在三岁之前 他就还刚满三岁没多久 都还住在保姆家 就一到五十保姆带 那我们那时候是六日会带回来 那我觉得我前妻 因为我跟我前妻的结合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 对因为他据他后来的说法 他说当时连我在内呢 有三个男生在追他 对然后呢三个男生 只有我答应他可以不成小孩 你就因为这样子才却贫重心 离婚有失业的单亲爸 会去开计程车扛家计 那对方是有付三氧费 应该一万二啊 那你没有工作你怎么样找他 一万二 我那时候去开Uber 我还不过我同学 他在当时都跟我讲说 你好面熟 你就是我那个小学同学 我说对啊 你怎么知道 我说那你记得帮我写五可行 哈哈哈哈 他说当时连我在内呢 有三个男生在追他 对然后呢三个男生 只有我答应他可以不成小孩 你就因为这样子才却贫重拳的 对结果就是结婚到了 五年多的时候就中了 对啊 对啊 就中了 然后后来我是跟他讲说就生嘛 我现在回想起来 他当时可能在生产完之后呢 我觉得我跟他 我个人觉得是我自己的看法 他可能有点 是一不两吧 他可能会有点 他可能有产或有抑郁 对 因为他那个时候 生的时候老家也蛮辛苦的 就因为他平常不太运动嘛 然后就生的时候 整整生了四十八小时 哇 还生不出来 最后是紧急剖腹 哦 对 所以是吃了全餐 就是你想得到的都有了 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可能 母女都会有点问题 对那我觉得 当然后来就是生小孩之后 我觉得我跟他的沟通 就越来越不好 然后后来 但我前期也是记者嘛 然后后来他就先 转转职 转成公关 然后那时候 他崩了一身搬出去之后 我就没办法工作 对那时候我还在 某一个新闻台当制作人 对那我就没办法工作 我就跟新闻台请辞 然后结果那个时候呢 他刚好在 某一家饭店当公关经理 好我请辞之后呢 有一个电视台就找我 去当制作人 当一个谈话节目的制作人 结果呢他就突然约我吃饭 那么分居两个月 他突然约我吃饭 我又很开心 我又难了 我懂 因为刚才你讲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我觉得 被离婚的人 对那时候你就是想把他挽回来 因为你又知道他个性 好难过 他是一个不讲话的人 你知道吗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主动找我 我觉得很开心 我还记得我带他去吃 华样大饭店的港式饮茶 对你看我记得多细致 所以你现在不会再去了 对你怎么知道 知道了 可能一样的 就是痛苦的回忆 对然后呢 试一试他就跟我讲说 他在那个饭店待得不开心 那我就说好 那没关系我来处理 我打电话给找我那个人 我说你用他 因为他以前也当过台湾节目 就找你去当那个台湾节目的制作人 对 我说你就用他 我说那时候我刚离开新闻台 我说那你抄我通告的 对啊 你就让我当固定来宾 对啊 然后就这样子 就我想说这样也OK 那我每次去录影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到他 虽然礼拜一到礼拜天都在分居 那你还是觉得很开心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可能有高人指点他 他就开始六日会 礼拜六会回家 对然后就说开始 感觉起来好像一到五在外面 然后礼拜六会有点互动 这样子 那我觉得好像这样也很好 慢慢有一点 这个曙光乍现的感觉 对不对 结果他在那间新闻台呢 待了三个月之后呢 又待不下去 然后呢 我刚好那个时候又跟另外一家 又在谈 对已经谈好了 而且我的薪水还比我之前那份工作要好 对啊 然后职称是副总编辑 对然后呢 那个 就刚好 那个 我前妻又发生这个事 那我就跟 我就跟 找我的长官讲说 你用他好了 对啊 我前妻基本上也是专题制作高手 然后这样 这样 就用他 就搞到我没工作 对那我那时候想说也还好 反正就是 就先上通告嘛 然后再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机会 结果呢 就过没多久 他就都不回来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想说好吧 你不回来 那我也搬走好了 我就搬 但那时候你们都还没离婚 那时候还没有离 那时候分居 这种分居状态 对我们从分居开始到离婚大概八个月 OK 对然后我想说好吧 你不回来 那我也不要回来了 我就崩了一身 我就搬到我妈 我就搬到我妈家去住 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面 我每天 我真的不满意说小五哥 我那个时候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 塑胶袋套筒 绑一下看可以撑多久 真的啊 对啊 你这样搞了多久 大概这样四五个月 我就受不了啊 你也没有想到去找像 李光辉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 就寻求一些心理上的一些 都没有 没有 因为就那个时候想说 有面子问题 就感觉男生 感觉起来就很久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行 女生比较愿意 天天有人找我喝酒而已 就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会买醉 对那时候会买醉 然后好那我就那个 没办法还是有女儿要照顾 虽然会有这个念头在 然后后来这些念头 只要我写赖给他 通通被截图当证据 对一直就是 你是躁郁症 你有那个 你有那个念头 所以我说他一定有高人指定 对因为后来都是 找我律师谈就好 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搬 就是离开家嘛 然后我就搬到我妈那边去 没多久 我又很记得 我四十岁生日当天 我接到他纯真心海 纯真心海上写 我去向不明 对啊 我就说奇怪是谁去向不明 你住哪里我都不知道 天啊 但他知道你在你妈家 但他知道我住哪里 才能寄给他 对啊 那我妈寄给他 就借了一份 你去向不明 现七天内答复 结果就去问我律师朋友 他就说 那你看 第一个你现在没工作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那你又那个 反正就是一大堆 你有一些截图上面 对 然后人家家里面 又比你家有钱很多 对人家现在还有一个 还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对 你真的打离婚怪事 你死定了 就这样啊 你女儿才三岁多 对不对 那怎么看都是妈妈全拿 赢者全拿 所以你们没有 你就没有打消 你就打消 去离婚诉讼的念头 你们就用协议离婚谈 我那时候想说好吧那你要离 然后我就当然也问了一些朋友的意见 我后来想想看 我本来是不打算离 我想说好要拖就跟你拖 然后但是 但是我觉得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讲的 我有接受 他跟我讲说 一个对你没有感情的人 那你就再把他拉回来了 那你还能对他怎么看 对那我就好吧那去跟他谈 好不拖谈 结果小孩 对谈那时候就 就当然他一开始设定的条件都很多 比如说一开始小孩什么都他 跟我讲叫我一个月给三万块的 下养费 对啊 然后呢我跟他讲说 没关系 房子的东西好处理 对我跟你就一栋 他就说那房子是我的 我说本来就是你的 本来就是你的名字 对啊 然后本来自备款是你妈出的 对不对 然后我说 那贷款你会出 贷款有啊 但是他到处跟人家讲我没有啊 对啊 因为我是一个习惯拿钱给老婆 不会贿款的人 所以我没有任何贿款记录 对 所以这些又变成证据了 对不对 你现在讲的好像我们大家 每次在就算拿钱给老婆 都要用贿的 这个 赶快要记录签收 确实建议是用贿的 对如果跟你的另一半感情不太好的时候 记得什么费用都要贿款 OK 这个很重要 对那没有办法 好那那个时候就反正我就跟他讲说 反正就是 就是我的话我就只要孩子 对 我说没关系钱可以再赚 我也不希望因为离婚 然后呢造成我的孩子 有什么样人格上的一个缺憾或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签下去的时候 我就说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都无所谓 我是真心的 OK 对结果他自己在离婚协议书 因为他找了律师写离婚协议书嘛 他就在那边写说 每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钟到晚上7点钟 OK 对 他不过夜 一般都是 比如说一三周爸爸二四周妈妈 平常主要照顾的是我嘛 那我都没有限制他 我说我巴不得你天天都来看小孩 那一年大概三根手指数得出来了 对对对 不过刚提到不管是你今天听到国安讲这个 或是上次我们听到像小炳在讲那个 就是离婚的过程这些 就是有一个念头 刚讲到他会用塑胶带 对 小炳也提过小炳是烂醉 然后到马路上面去 类似像这些 这些要怎么样让他们尽快度过这个 这个怎么做 就把它加塑胶带都 都拿走吗 对对 我们叫做分离焦虑 其实不是在小朋友 其实大人的夫妻的分离也是焦虑嘛 当天爱了多深 花了多少时间跟精神去才追到的 现在说要分手 而且是被分手 他讲得非常清楚嘛 所以我还是 后来法律我就想到这个 他们叫做 在离婚之前有叫 离婚前的諮商 本来我们是要自肥 就是让我们精神科医师 心理师 有很多 你们希望要通过 后来这个法律还是很困难 因为离婚前可能 可能 验伤是比较多 验伤是比较多 你叫做諮商 所以婚姻諮商其实是 本来就是我的本业 我们做情感治疗 可是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曾经爱过的男生 其实比较容易 这个回头 女生就跟 打出去权力打一样 没错 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虽然逻辑上的话 这种 如果真的有 参加婚前的諮商 可能还有机会挽回 佛话就是你刚刚讲 进入法律程序 钱都被他们赚走了嘛 所以是刘雨婷抢了你的生意 对 所以我们都会先鼓励他来諮商 不会外加法院很爱諮商 不大部分在这时候 恨不会有諮商嘛 前面讲 只有拿出刀来 怎么会有諮商呢 对不对 諮商是也怕现场 对不对 挡不住那些刀光缺 我们说真的 现在为了諮商 其实都在演给法官看比较多 就是想让法官说 我是好人 我会去諮商 对 他是坏人 所以他没来 对 所以最后监務 请要排队 所以刘雨婷 你的意思是说 諮商是没有用的 不是没有用 不 我已经说諮商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不管是 到底要不要 犹豫期 諮商我觉得 真的我就觉得 要理或准备理的 諮商已经是没有用的 因为很多是已经会到找律师或上法院的 基本上就已经到那种忍无可忽 那前面那个犹豫期我还是建议 在结婚之前我还是再往前 因为我们预防一件事情 再往前嘛 婚前协议书 可能要考虑 OK 先讲好 对不对 他刚刚讲的婚前说不生 婚就又生了 对 如果这个要谁来想好 可是管恩 你照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你等于失婚失业 那个时候 因为你的工作也没有 对 然后你还要养小孩哦 对啊 那对方是有付了散养费 小孩的 对 你养小孩的教养费 一个月 一个月一万二啊 对啊 那你没有工作 你怎么养小孩一万二 我那时候去开Uber 我那个时候就是 刚好开Uber 还没有那么多限制的时候 对啊 你开Uber 有没有碰到过熟人 没有啊 有 我还碰过我同学 上车之后跟我讲说 你好面熟 你就是我那个小学同学 我说对啊 你怎么知道 对啊 对啊 我说那你记得要帮我写五颗行哦 可是对婷婷来说 那在离婚以后 除了很想念你儿子 你会去看啊 你会想念各种方法接 对 因为你离婚的时候 也是没有财产问题吧 就是没有嘛 对没有 对 那对你来说 在生活上面或各方面这些 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问题不大 但是呢 我只担心说 如果说小孩子跟我的话 对不对 他会比较辛苦一点 我那时候是这样想 然后所以我就 其实 其实我会觉得说 那如果说我用 我用尽可能的时间 都陪伴小孩 但是如果小孩是 跟爸爸在一起 我觉得第一个 他是 他刚好是要 进入青少年期 我觉得 这样子可能比较好 然后再来就是 我其实觉得 爸爸不会亏待他 我那时候是这样想 但是我后来呢 我后来觉得 以我现在来看 我会觉得我那时候 应该要尬词一点 儿子为了证明 被情绪勒索 偷偷录下 与奶奶的对话 其实有时候 他在讲说 他其实来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被阻碍 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应该不可能吧 他为了要让我相信他 所以他把 他跟他奶奶的对话 录音给我 他奶奶就说 我就说 你敢给我去去看 那种感觉 因为我现在来看 我会觉得我那时候 应该要尬词一点 要去争 我应该要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感觉 因为就像刚刚 小五哥说的 就是共同监护 有很有可能会变成 共同不监护这个问题 那想监护的这个人 他没有实质的那种 那种权利去这样子做 或者是他被阻碍或阻挠 那所以说 其实像我常常会跟小孩子互动 我都发现说小孩子 他从很早以前 他可能有一些 他可能有生存压力 所以 什么叫生存压力 生存压力的意思就是说 他好比说他在那边的家里 或者是在我这里 他希望两边都讨好 所以说他会在我这边 他会讲很多 另外一边的坏话 或者是谁怎么样 对他情绪勒索等等的 所以我这边就 我这边不会觉得说 那边真的这么糟糕对他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你会这样子说 也许你到那边去 对不对 那你可能也会这样说 对对对 所以我尽可能 我跟他的互动就会变成就是说 我不要让他知道太多 我自己的思绪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我跟他两个人 然后他多分享他的事情 给我听 或者他跟我 就是他分享他学校的事情 朋友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要透露 那我其实有时候他在讲说 他其实来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被阻碍 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应该不可能吧 后来他为了要让我 他为了要让我相信他 所以他把他跟他奶奶的对话 录音给我听 对 那你听到的真理 他奶奶也不是不让他来看我 而是说你去啊 你去啊 如果你在回 他说到时候你回来的时候 我房子可能都已经卖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意思就是说 等到你回来 这个房子已经不见了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敢跟我去去看那种感觉 所以我说听的时候觉得 哇 那所以你从 我就问他说 你从小到大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不能 你不能 就是接妈妈的电话 然后妈妈也不能主动找你是吗 然后他的眼神是告诉我说 他是有点为难 所以说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 他主动来找我 OK 我很想补充 特别提到这个生存压力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部分夫妻离婚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争执 有一些纠纷 可是小孩其实跟父母的争执纠纷 没有关系 当然 那他还是他的爸爸妈妈 但是一旦在这种状况 分开两个家庭的时候 如果今天这个父母不成熟 我们讲其实大部分父母不成熟 都喜欢跟自己的小孩讲 另外一方的不是 绝大部分是这样 那我手上就有这种案例 总共告了对方的另外一半 就是离婚的先生 我们是太太这一方 告离婚的先生 告了三次 改定监护人 本来都是共同监护 只要这个小孩回来跟这个妈妈讲说 其实爸爸 他是一个小女儿 说爸爸接我过去的时候 有一次洗澡的时候 就没穿裤子跑出来 这个妈妈听了 天哪 这个爸爸是变态还是怎样吗 就向法院申请 改定监护人 说这个爸爸不试任 没有办法照顾这个女儿 那当然对这个小孩来讲 又一次创伤 为什么 那是不是要传小孩来当证人 因为是你讲的 你看到的嘛 这小孩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他又不能在爸爸的面前 因为他又跟爸爸住啊 他又不能在爸爸的面前讲说 爸爸你就是没穿妹裤跑来跑去 被我看到了 我跟妈妈讲 所以他就整个人格一直很分裂 那这种小孩 他在学校也会变成这种个性 就是很 你说他这个很会看人说人话也是 可是他 现在就是我遇到的状态 对 心情他就是重复一直在隐藏自己 然后看到你是这样 我就会面对你这样 看到他这样 我就会面对他这样 那其实这小孩是非常不健康的长大 所以我一直要奉劝 这个很多离婚的父母亲 你如果小孩跟你讲 另外一半的不是的时候 你最好是能够安抚他 对 告诉他说 哎呀 或许你误会了 或他不是这样 对 虽然我们分开 可是我们都是爱你的 那小孩子比较容易去知道说 原来我的爸爸妈妈 不会把我当成对方那一国 或是你这一国 天天在做比较 他才能够真的 我已经刚刚讲的都是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做 但是你是人性上 是 平良人讲离婚 大概十队里面 讲八队吧 会不会太过分 十队里面有八队 大家会闹到不可开交 对 所以我会蛮建议法官 就是说法官的最大的一个 假设的议题是说 两份爱对小孩子比较完全 可是如果这么多年 我们已经五千年的文化了 我觉得有时候一份爱 可能就够了 所以到底要不要共同监护 最后我的想法 就干脆不要共同监护 就不会有这些联系上的问题 单纯就是 就交给爸爸妈妈 那另外一方就永远不要来 你就是在找下一代的幸福 下第二春 他不要监护没关系 可是他可以来看小孩 还是有探视 所以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连探视都不要 所以我才说 李光辉医师连探视都不要 因为你刚刚问我说 这个解决的问题吗 因为法律上 理医师我要抗议 你讲的一个没有一个 你怎么大家都抗议 因为这个 我们刚刚听到很多 我再讲一次 单亲的小朋友 最后不会一定变坏 所以法官认为说 你要看不到爸妈吵架 对 我刚常讲 看不到爸妈吵架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有探视 他就变成传话人 他就有trouble maker 就好像是我制造爸妈第二次 比如说改定监护 就是好像是因为我料白亚 我说爸爸妈妈看我 还有美国更好笑的 是女儿 女儿说爸爸对他有性侵害 那后来才证明说 这个是妈妈那边策动 那这个有更大 所以干嘛一定要共同监护 就是单一 绝对不要再监护 就两个分手的 就分手快乐 去找自己的家庭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对小朋友成长 我们很持平点的时候 他看不到下一次的吵架 或下一次的战争 他是不是更快乐一点 所以我说这个是个 夫妻抽薪的办法 我都建议了 每一个都有各种不同的 门派跟说法 是是是 我指的是 警戒表李医师 对对对 警戒表我个人 警戒表你没有听到 这个我完全持反驳的意思 我也是耶 其实我也是 因为真的我觉得 大部分的夫妻离异之后呢 确实有这种状况 我觉得是人性 是 但我刚刚恰恰好 是相反的那一个 你现在是两边都是 反正相处 离婚以后相处会比较好 我承认我现在 我没办法跟我前妻讲话 对就是有的时候 就在交接的时候 就是带到捷运站 然后带到哪里的时候 我大概就是看到 小孩跑过去 我掉头就走了 对就知道说 这样就好了 对那他如果送回来的时候 大概就送到我妈里面 我再去接 对因为我 没办法跟他讲话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会赖 赖就是 什么时候来接小孩 我什么时候要带小孩出去玩 那你这礼拜不要来 大概是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那对我来说 我没错 这个婚姻对我来说 伤害非常大 不论怎么样呢 小孩是无辜的嘛 你不会在小孩面前说 我从来没有在我小孩面前 讲过他妈妈一句坏话 OK 对但是我会在我朋友面前讲 还在电视上讲 对我那些会抱怨 对 这是重点 你把坏话都讲光了 当然不用在小孩面前讲 没有但是我每次呢 看到我女儿的时候呢 像我女儿现在 很好玩 因为我前妻最近 跟她互动就比较密切 因为小孩大了 比较可爱 对 对然后呢 她就比如说送她东西 要干嘛 我女儿就说 你看妈妈又送我什么 你看妈妈又送我这样 我说非常好 对啊 为什么呢 上上次说 比如说爸爸妈妈买这个玩具 那你去找你妈妈买 对对 然后 那反正呢 基本上她要当好妈妈 我觉得很好 对 我觉得我后来 有接受一个观念 就是说 她在我这边 跟在她妈妈那边 那当然就是 你都可以得到完整的爱 她确实没有看到 可是她可能是夹心饼干 她确实没有 我不会讲她坏话 我不知道她妈妈 会讲我坏话啦 对有一次她就问我说 爸爸 因为她大概三岁的时候 我们就离婚了 我觉得通常 不一定是父母会 洗脑那个小孩 有可能是她的家人 爸爸妈妈 对对之间 但是 anyway 我觉得对方怎么做 或许对方没有做 或者对方做了什么 这个我不管 至少在我这边 我不会让她觉得 她妈妈是不爱她的 就是说 她每次都问我说 爸爸 为什么你要跟妈妈离婚 那这个很少 对 我就说因为妈妈不爱我啦 不讲丢话 对啊 可是妈妈还是很爱你 对对 可是果然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就是再怎么样 对小孩来说 她应该接受到 都是来自两边的爱 对 而不是大家把恨丢给她 可是果然平常很讲 一个人带小孩 你从 譬如说是 离婚四年嘛 然后你要带小孩 来说这些 有时候在带的过程 因为你 你自己说 是被离婚的那一段 所以在带小孩的过程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那种 有出现那种 突然有一点心酸 有一点什么 就觉得说 为什么是我一个人要带小孩 那为什么今天是我们 父女两个人什么什么 有没有会出现这种 无夜梦回的时候 因为心酸多少会有啦 但是我没有怨恨过 或者没有问自己过 为什么我要 背着小孩子 因为我觉得当你在离婚的那一刻 你要成为主要照顾者的时候 做一个爸爸 你就是要 把小孩平安的养大 所以对我来说 我对小孩有没有补偿的心态 多少会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溺爱她 所以我基本上 我跟我女儿之间的互动 就是很民主 但有时候我会生气 对 就说基本上 因为我女儿 我女儿是一个还蛮开朗的女孩子 对 然后她现在在学校 有一次 我记得她 就是她现在三年级 二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她老师跟我讲说 那个你的女儿 因为评语都很好 就是什么乐观开朗 大方助人干嘛 就她说 你女儿完全不像单亲家庭 对啊 她完全看不出来 她是单亲家庭 那我觉得这一点我就很欣慰 对对对 不是 婷婷高 你刚才在前面的时候讲说 如果时光再来 你再去处理这件事的过程的时候 你不会像当初的处理吧 对啊 我觉得我会整个360度大转变 究竟婷婷内心 有着什么样的懊悔 婷婷高 你刚才在前面的时候讲说 如果时光再来 你再去处理这件事的过程的时候 你不会像当初的处理法 对啊 我觉得我会整个360度大转变 所以你会争到底 包括小孩 包括连财产 其实我觉得共同监护 这个就是被离婚的那一方啊 最 最卑微的一种请求 至少我是有分享到的嘛 那我后来真的觉得 就是我问了很多 所有就是 就是说享有 共同监护权的这些父母 被离婚的这一方 其实常常都被剥夺了侵权 对所以怎么说呢 我觉得以我现在 因为我知道这个过程了嘛 我真的就会争取 对我真的会争取 如果要是婷婷说知道这个过程 然后会去争取 我会拿出尬词来 而且我要是知道 我现在就可能会放下了 因为我那时候是感情上放不下 我希望要有一些关联 有一些牵连 有一些什么在这样子 那现在的我 我好比说我看了小孩子的成长 那他现在已经很大 他也可以选择 他会自己来找我 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你成长这个过程 我每一刻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错过的话 我觉得这样有够有多好 OK 那依杰 如果要是说向婷婷好 回到当初我愿意要争 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做 不管是在监护权 或是在一般人所谓的三氧飞上面 我觉得就监护权这个部分 当然第一个就是 你一定要努力的去拉拢小孩 这有时候真的不得不这么说 就是小孩子只要愿意跟你 那你的这个胜算 基本上一定是 大概七八成以上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那我觉得第二个就是说 很多 尤其是比较弱势的女性 他们会担心说 我今天我的经济条件比较差 我是不是就争不赢 对 因为第一个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讲嘛 法官他其实会看 就是过去这个父母之间 他们到底他们的工作 收入这些东西 他其实是综合去看的 所以如果说妈妈过去 其实他比较多时间 主要是他在照顾 而且他的这个监护的意愿 也比较高 实际上针对所谓的这个 抚养费的部分 他是可以要求 爸爸去负担的 我们直接举例子 如果像国安 国安最后一个月是用谈的 对不对 所以一个月是一万 一万二 如果他真的要去打的话 基本上赛养费会不会比较高 应该是会比较高 因为他我就说嘛 第一个法官他会去看 小孩子实际上 到底他的需求是多少 那有的时候 如果比较一般的状况 他就是以这个所谓的 主计处公布的这个数字 如果你们是住在台北市 现在大概已经差不多 两万八两万九 是一个小孩 他可能一个月需要的 那如果说这个 当时那个前妻 他的收入 假设他几乎是你的可能 两倍或者是三倍 那甚至他 因为刚刚有提到吗 可能他娘家比较有钱 他整体的包含说 除了收入以外 他名下的财产 就适应的更多了 也许法院会判到 比如说可能你们双方 负担的比例 是三比一甚至四比一 所以那个金额 其实是都可以做调整的 我再补充一个 就是在争取所谓的监护权 其实法院到底在看什么 他看的叫做 就是这个白话我会讲就是 怎么做对小孩最好 对小孩最好的选择 就是法院要判的结果 那第二个就是 实际上法官怎么去衡量 当然很多双方律师或父母 各拿出很多 对方很不好啊 我这边很好 大概会拿出这些东西 那法院通常会做一个叫做 请社工去做访试报告 问问小孩子 或问问你本人 你们平常怎么跟小孩生活互动 或你这里的环境 或你的经济条件 或你的教育方式 有没有对小孩是好的或不好 会做出这个访试报告 那大概会则一次或两次 到这个家里面去 所以那一天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日子 讲白领就是 那一天就是要让 这个访试这个社工觉得 这个小孩在你家就对了 所以要演得对 演得好 也可以说演 我们当然希望他可以 永远演下去 一直都演得让小孩真的好 但是我们要让观众知道 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当这个社工做出一个访试报告 就好像很多案件做所谓的 鉴定报告一样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专家意见 法官很容易参考专家意见 那你在旁边翘锣打鼓 讲说对方怎样怎样不好 写了一大堆他过往的情史什么 那法官在意的是 哪一个地方对小孩好 那他只要这个对小孩好 他很容易就判给他 OK 其实分手快乐跟好聚好散这几个字 当婚姻如果真的走到尽头的时候 恐怕这八个字 要仔细地想一想 怎么样是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不过在照顾小孩的过程 国安刚讲的那些 就是大概会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示范 就是不管 我也不是说你要对你的朋友 把所有的坏话都讲 但是最起码 不要在小孩面前 有一些情绪的罵出 因为毕竟孩子 在所有这些过程当中 他对于这些 他是没有必要承受这些 OK 那也祝福国安跟婷姻 也祝福你们的孩子们 OK 也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也非常谢谢你们的收看 正真有词 我们下次见 拜拜